微软最新推出了Windows 11最新构建版本Build 21486 这个版本让用户有机会提前体验新的Windows Co-Pilot功能 只要通过激活工具就可以轻松启用这个功能 Windows Co-Pilot是Windows 11的一项创新功能 它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为用户提供智能助理 当用户在任务栏上点击Copilot按钮时 就会弹出一个从屏幕右侧滑出的浮动界面 让用户可以方便地与Copilot进行交流 Windows Co-Pilot不仅是一个普通的助理 它还是一个强有力的帮手 可以帮助用户更高效地完成各种任务 无论是想要从Windows 11中发挥更大的潜力 还是想要简化工作流程 都强烈建议11是Windows Co-Pilot 目前Windows Co-Pilot还没有正式发布 正处于开发阶段 但是有一种方法可以在Windows 11最新预览版中启用它 首先需要获取激活工具 基于详宾作词 进入系统之后即可看到Windows Co-Pilot图标 位于搜索栏后面 但是此时点击该图标 除了图标有动画显示之外 没有任何响应 那怎样才能让Windows Co-Pilot生效呢? 其实Windows Co-Pilot是由Microsoft Edge驱动的 所以此时需要再执行一个额外步骤 下载Microsoft Edge Canary版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开任务管理器 结束Microsoft Edge进程 以管理员全线运行CMD 输入屏幕上显示的命令 注意用户名称 切换成自己实际的用户名 按下回车键 自动弹出Microsoft Edge Canary 点击右上角的并图标 稍等片刻即可打开Windows Co-Pilot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可以打开Windows Co-Pilot 直接按Windows加2键盘快捷键 粘贴屏幕上显示的内容 然后点击确定 之后出现的效果和第一种方法相同 就看出事情了 那些评论文质 Valor 先击一分钟 稍等待屏幕做完 英语 写真 赏支持明镜与点击一分钟 急一分钟 要盡体的产向